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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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今教育政策下对于原住民相关民族的历史文化课纲的拟定 是极为匮乏和不足的 所以我认为国家教育体系在拟定跟修改课纲的方式 需保障去原住民族的相关人员的参与 才能确保在这个拟定的过程当中 原住民的声音和意见能够在会议中进行讨论 并被采纳 另一方面我觉得对于原住民族的历史不能只有跨越在文化的特殊性上 原住民族的史观中 台湾的历史中是不能够被具象出来 我觉得这才是目前台湾历史拼图的主要关键 然后进而达成 就是说是台湾原住民族的社会共存共荣的起立 台湾原住民族被纳入中国少数民族第五十年族的高山族 其实是这个当中 其实因为中华民国政府所认定的族已经有十四个族别 包括还有一些不会被认定的民族 还有一些平补族 可是如果这样做的话 会变成是说边缘化 或者是说摩古原住民族在台湾的主体性 跟台湾已经有的多元文化并存的一些事实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会抹灭自己的研究 台湾是世界史的一部分 这个已经是台湾史专业研究的一个共同的一个见解 这不是一个政治见解 这是专业的共同见解 那中国只是台湾跟世界史交涉过程当中其中一环 虽然它是一个重要的一环 但它也只是其中一环 我们还有原住民 更知道原住民 它以海洋民族跟全世界 南岛民族跟全世界交往 然后我们还以后登各个全世界各个国家 跟各个世界史的不同的交汇 所以在这个意义下面 台湾史就是世界史的一环 因此我们必须用一个客观的态度 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台湾 理解以及曾经统治过台湾的各个不同政权 我想这已经是一个专业的共识 所以不容许我们再用一个单一政权 甚至也是一个外来政权的一个观点 来进行一个目前这样一个偷渡 和史观的一个变化 这样的一个结果 其实就是新殖民史观 第三点 这次课纲也拿掉了白色恐怖的相关记载 我个人代表台湾曾孝宇或者初警会 长期在台湾推动转型正义 我们认为台湾历史上有一个非常悲哀的事实 就是长期被各种不同的外来政权 透过国家暴力加以压制 然后人民受到很深的残害 付出很深的代价 但是这样一个历史上的一个 不断的一波又一波的外来国家 对这个本地社会进行国家暴力 最后为什么会使一个外来政权融合成为 中华民国最终会获得一点点的本土基础 而成为跟台湾融合在一体 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本土 有一个民主化的过程 民主化是台湾人民由下而上 希望摆脱这种不断的外来的国家暴力的一个宿命 然后追求自己自我决定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权利 的一个非常珍贵的非常荣耀的一个过程 也是在非常困难的国际政治环境当中 出现的一个民主奇迹 因此这样的一个过程 这样的一段最重要的历史 应该是我们最珍贵的共同记忆 不管是哪一个族群在过去一百年来 共同的记忆 我们共同追求自由民主人权的共同记忆 这样的一个记忆 竟然要把它摸除 竟然要把它放在他们的 这个所谓的大有为政府的那个 还有制裁的那个过程 这样的一个主要的政绩底下 但我想完全无法接受 我们认为说 人权自由民主是台湾的共同记忆 是我们的立国价值 因此这样的东西应该要 落实在我们的历史课程 公民课程 语文课程之上 在去年 这个2月25号到28号 我们台湾举行的第一次 两公约的国际人权审查 在当时 国际专家 社会国际专家 提出了81点的 结论性意见 提中有24点跟25点当中 特别提到 转型正义的问题 专家还特别提出说 政府应该要采取措施 揭露白色恐怖年代 大规模 人权侵犯事件的完整真相 那么我们看到了 各部会在 回应这个 结论意见的过程当中 去年12月17号 教育部提供给 总统府人权咨询委员会的 资料里面提出 依照现在的课纲 他们在历史课程的 台湾史主题是 要特别谈到 从戒严到解严部分 要教授台湾民主道路 民主政治的道路 内容包括228事件 长期戒严 白色恐怖 美丽岛事件与民主发展 在公民与社会课程的 人与人权的部分 他要特别去强调 白色恐怖的内容来继续 进行教授 那我们看到这个 回应性意见 严犹在耳 那么在短短的几个月当中 有这么大的一个变化 对不起 请你另外借场地 我没有插队 是他出炉的 对不起 对不起 韩老师 我可以讲 吴东坦 对不起 你不能代表全教会 你是替书生昌配合演出 第二 你看各位 看看 各位看看这个水准 各个看看这个水准 各位 请看看这个水准 好我们前 真好是继续 吴东坦 都没有出来提面提出意义 里面政府 满开 历史偏颇 是教育部的水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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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教育部就是把文言文减少 不上文化教材 不上文化教材 不上文化教材就等于说 我们中华民族的固有美德 忠孝节义 人人性义 诚信都没有了 所以为什么现在社会那么大乱 在06年杜振盛 再去中国化的时候 吴中泰全教会没有提出质疑 当里面政府满干全谋的时候 历史偏颇 称赞 称赞 他对台湾殖民有功 可是呢 我们台湾的快牧 运动 砍得到日本 压榨我们台湾农民 农民百姓 不可以吃 中了米自己不能吃 只能吃番薯千 外安戶口都是自愿 事实上 现在你都知道 去年 去年我有去参加 对日交流协会的抗议 外安戶口就为他们要争取权益 日本人到现在都不承认 承认说外安戶的事情 所以说呢 因为我觉得他们是完全是偏颇支持 他们对他们自己人在满干 满干全谋的时候 他们都没有出面 所以如果说要求公正公平的话 就要请教育部跟全教会提出问卷 因为全教会代表只是少部分的意见 不具备大多数的意见 还有最后一点我呼吁大家去看大道成吧 你看大道成里面 他日本被我们台湾人怎么样的压迫 你有没有看 你有没有看大道成 我是中文老中文 国文老师 对 现在文艺文在杜振圣更改之前 那时候国文是念十八篇 现在国文大概只有念二十八篇 差了二十天 因为台湾文学现在我们已经很蓬勃发展了 像荣光中也是台湾文学 白昌文也是台湾文学 他们都是很好的 而且白湾文我们老师都可以额外叫学生 每天简报给学生看 学生要吃商业 因为白湾文学生可以自己看 那文言文文你不老师不讲话 学生不懂 那其实学好文言文 学好成语的话 你语言就比较精炼 比如说一日三秋 那总比说我好久不见你 我一天没有见到你 三个季节没有见到你 三年没有记得到你一样 对不对 那还有比如说 压苗助长 这精简的成语 多度文言文 所以你把学好文言文 其实就是打好白话文写作的根基